听到他们我都觉得非常的难过 因为呢我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一个法治的国家 我真想不到这种国家表面上那么繁荣昌盛 实际上根本是这个没有法治的国家 大家都投诉我们 我上号的时候跟那个英国的每日拥抱的记者见面 他跟我讲 这个国家呢什么都可以讲 不能讲法律 没法没天 一个外国记者都对我们中国的状况非常的了解 所以我觉得 大家的结局好像也可以看得到 都不知道哪里是个镜头 我们很亲爱我们很悲惨 真的 我们在今的保民跟英国的保民要新联系 我叫露西英很因为我很少用中国名字 不好意思 那个我也是以前呢2000年在中国投资 那之前我都从来不知道中国会这么无法无天 因为我一直做出口生意 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 我们的土地问题啊 通常问题 被侵犯了以后 才开始跟有关不能打架到 才发现这个国家的政府都不作为的 都都踢皮球的 再慢慢了解到其实这个里面就是一种利益集团 所以 没有权力在手的话 你根本就 没办法解解 因为我觉得 是执政党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就革不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 这法民的路还很漫长啊 愿我天父的慈爱 圣灵保护师的感动和引领 常用我亲爱的姐姐 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 感谢 阿们 那个买的包子和馅饼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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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外往后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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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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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高兴 大家来到家中 我是个牧师 能看到大家 来到这里 能听福音 我也非常高兴 首先呢大家 上访 主要是维权 说问到底 这个维权呢 就是一个人权问题 这个 一提到人权 中国政府呢总是说 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 养活了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 中国的最大人权就是生存权 我呢 在这一点呢我并不敢沟通 因为什么呢 我们大家 我认为最大人权是人的尊严 人的尊严 我们大家在没上访之前 没有美人的幸福 没有美人的幸福 所以来讲呢 我希望呢大家呢 在这里能够听到福音 把我们的目光转向神 感谢主 感谢主 很多年的这条路 觉得很艰难 很心酸 这内衣呢只能往肚里流 我们希望 能在主那边 给我们得到幸福 把我们东西 能早日还给我们 我是上海法民 查林既有无一分 我上方已经有十六年了 但是在十六年当中 我是走遍了各级部门 但是各级部门 都在推脱 就互相推委 政府对法院 法院对政府 我现在无路可走 现在只能求助上帝 来给我 心灵上的慰藉 我是吉林 吉林坊民 我姓董 董奎鸿 我走上这条路也好几年了 安慰 是我的事早日得到解决